第五十二集 陈珠也有些昏头昏脑的 戴得胸口一凉 金爵衣裳被撕开时 忙去推蒋华宽 喃喃道 离十六日只有几天了 你不能 蒋华宽被陈珠推得一推 也想起 离原房不过几天功夫 自己这会儿却是猴急了些 一时松开陈珠 喘了一口气 定定神 低声道 猪卷 活走了 贺原第二天 跑到陈珠房里 打探纳卷画的情况 见陈珠死赖在床上不下来 不觉有些奇怪 便凑往床檐去瞧她 陈珠无奈转过脸来 贺原瞧得清楚 原来陈珠嘴唇又红又重 正的一阵后 不由严嘴笑得花枝乱颤 隔一会儿才答 呵呵呵 夸不得今儿不见你 慌到我那边去 原来是嘴肿了 说着凑近陈珠 用很猥琐的语调问道 你们提前原房了 你别乱说 陈珠这娃 现在算是明白过来了 原来原房是要像画卷里画的那样 这会儿见了贺原的神色 怕他乱猜 急急解释道 我们就是清了气 没做其他事 谁主动的呀 贺原正正小脸 语气转为严肃 这个事情可大可小 陈珠一愣 明白过来贺原是打趣他 不由抓起枕头去丢贺原 羞红了脸道 你再取笑我 我就不跟你说话了 好了 我不笑你了 贺原坐在床檐上 抢过陈珠的枕头 压在手肘下 这才问道 那卷画真是你狂哥哥拿走的 陈珠点点头 把昨晚的事说了 再说到蒋华筷 一伸手拉住画肘 把那卷画展开时 小脸又红如低血 呵呵呵呵呵呵呵 贺原再也忍不住 捶着旁边的枕头大笑 但回到房里 贺原想起陈珠和蒋华筷 一起展开那卷画的情形 不由在床上笑得滚来滚去 圆简了 你怎么了 肚子又痛了 蒋华安到了贺原房门外 示意心人下去 自己接帘子进去 见到贺元捧着肚子 在床上滚来滚去 听声音 不知道是哭还是笑 一时想起 他每月必有一次肚子痛 茫茫上去 一把抱了贺元 放在自己膝盖上 伸手就去给他揉肚子 贺元笑得小脸红扑扑的 这会儿被蒋华一揉肚子 不由钻进他怀里道 不是肚子痛 我我在笑 什么事笑成这样 蒋华安在贺元耳边吹气 揉着他的腰道 有事要告诉我 不许瞒我 贺元自己笑了半天 这会儿被蒋华安搓揉了一下 有点紧不住 只得趴到他耳边的 猪姐回了一趟娘家 他娘给了几卷画 上到园房那晚再看 猪姐不小心掉了一卷在床底下 被宽哥哥捡走了 猪姐到宽哥哥的书房 要回那卷画时 那卷画却被宽哥哥不小心展开了 里面又一男一女 没穿衣裳 说着 把书房里的一幕细细描述了 一时痴痴地笑 蒋华安一听 不由也笑了 手里搓揉的范围 却在悄悄扩大 嘴唇也凑了上去 安哥哥 安哥哥 见蒋华安又有些控制不住 死命地压着自己 喝圆梅法子 一口咬在他耳朵上 喊喊的 别 别 过了一会儿 蒋华安拿个手帕子 捂着肾血丝的耳朵走了 转眼中秋节 镇着府里女眷 全在园子里赏愿 蒋镇招手 把蒋籍叫到书房中 从柜子里掏出 一卷书帝过去的 花宽虽然成亲几年 但她一向最新误学 有些事儿就像你当初一样 虽略懂 只怕不胜金 你给她讲解讲解 为什么是我 蒋吉紧踢起来 瞪眼道 他是你儿子 不是应该由你讲解吗 正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我才不好讲解 有你出面讲解更妥当 蒋镇把书硬塞在了蒋吉手里道 将来你儿子娶去 再由我给他讲解 顿一顿又补充道 这关系到我能不能早点抱上孙子 你能不能早点抱上侄孙 可不能马虎 要详细地讲 当初怎么不见你给我讲 全靠我自己摸索 蒋吉感叹了 指控道 这会儿你儿子原罚 你倒知道让我给他讲解 你那环都二十八了 谁知道你居然没偷看过这种宝书 蒋镇摇头道 正是知道你当初走过一些弯路 我才怕华宽也像你一样 说着 见蒋吉脸色不对 黑黑笑着指了话 隔了一会儿又语重心肠道 你是叔叔 华宽要请教你问题 倒能放开问 对着我 华宽只怕问不出 这个事儿非你出马不可 带蒋镇说完话走开 蒋吉没法子 只得着人去请蒋华宽进来说话 想一想 又再让人请了蒋华安一并进来 唉 没准华安原房时 也得自己给他讲解呢 反正华安只差一年也能原房了 不如让他们两兄弟一起听听好了 带家蒋领了蒋华安和蒋华宽进来 蒋吉一挥手让家蒋退下 先咳一声干巴巴的 哼哼 花宽 你明儿就要原房了 这里有一卷宝书给你看看 有不懂的就问我 里面有许多动作看着古怪 普通人做起来有些难 但咱们是学武之人 做起来半点不难 书者又转头对蒋华安道 你虽然明年才原房 现在先看看也行 蒋华宽接过书 翻开一看 图案虽不如陈珠那卷画清楚 但盛在图文并茂 讲解得十分详尽 附家女方许多反应的说明 才翻一翻就浑身燥热 嘿嘿笑道 我拿回房去戏开 蒋华安见蒋华宽拿了书就走 自己还没瞧清楚是什么呢 一时暴凶问蒋吉他 小叔 这种宝书还有吗 还有的话给我一卷看看 你小子倒开窍 蒋吉见他们两兄弟不是木头 倒省了自己的口水 一时辛勤大畅 背了手道 我房里有一卷 借你看看吧 可比华宽拿走的更全些 于是 大好的中秋夜后半夜 蒋华宽却在书房挑灯夜读 蒋华安也在书房挑灯夜读 到了八月十六 盛吉有意让蒋华宽和陈珠元房是热闹心 便摆了几桌酒 下帖子请了几家乡后的夫人过府 印中秋才过 府里的灯笼还挂着 这会儿又再挂上一些红灯笼 伴着欢声笑语 倒像是再次澄清一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短篇穿越古言小说 《鹤府千金》 作者一壶好茶 主播甜心 蒋华宽昨晚 执着那卷宝书 直读到鸡脚 方上床安歇 深觉自己理论丰富 充满了自信 才送走宾客 就进了新房 贺元到为陈珠担忧 可怜的珠姐儿 只不听明天起不了床呢 他这里正要安歇 却听信仁在门外请安道 见过少将军 安哥哥这么晚过来干什么 贺元警惕了 上一次咬伤他耳朵 才幸免于事 再上一次是咬破了他的嘴唇 他自己又流鼻血才肯走的 这次可得提防着 玄姐儿 蒋华安今晚 帮蒋华宽挡了几轮酒 已有些脖罪 心里极想见见贺元 犹豫一会儿才跑来的 带进了房里 见贺元拆了拆子 散着头发 穿着家常的薄衣上 烛光下身段玲珑 不由有些口干舌燥 过去坐在他的身边 没话找话的 你还没有安歇吗 蒋华安呼吸间 散发出酒香 双眼亮得怕人 贺元知道他今晚喝多了一些 却不敢惹他 质寻思着怎么把他送走 贺元还没寻思完 蒋华安一伸手就搂住了他 喃喃的 圆姐儿 我们也圆房算了 夜色如水 红烛高烧 汉林夫人派来的喜娘 抚在陈珠耳边 细细说了许多话 末了 把一个小盒子 递在他手里 悄悄地 里头是一方白布 二少奶奶 先放在枕头底下 到时拿出来 铺在身下 可别忘了 陈珠红着脸接了 掀开鸳鸯枕 把盒子塞在枕头底下 喜娘得了 汉林夫人的嘱咐 知道陈珠十二岁 就嫁到将军府 到这会儿有些事 还不顺明白 要分说得清楚 免得闹笑话 随幼福尔过去 说了几句话 轻轻地 有些人会痛得受不住 有些人 勉强能撑着 第一次都是这样 你不用怕 若真的痛得厉害 只求二少爷 联系些就罢了 可千万不能哭着喊着 说不要了之类 这个事儿 习惯了就好 陈珠张了张嘴 却不敢乱问 脸红如滴血 轻轻嗡了一声 蒋花宽自从那晚 与陈珠在书房 共斩话卷 出肠甘甜 而后又约了宝书 却是搬着时辰地 等着原房 这会儿子 摩拳擦掌 接了帘子进心房 一进去 见红烛高烧 陈珠穿了喜服 坐在床边 轻点阴唇 淡抹胭脂 娇艳不可方物 不由先喊了一声 朱节儿 陈珠正寻思着 喜娘的话 有些害怕 如果自己痛得 受不住怎么办 嗯 自己最是怕痛的 一时把手里 捏着的一方红帕子 拧成麻花状 待听的喊声 微微一抬头 见蒋花宽 含笑着走过来 不由羞涩地垂下头 心里砰砰乱跳 屁股往床里面 挪进了一些 喜娘见得蒋花宽进来 带她和陈珠 并排坐到床上 拍一拍手 自有小丫头 端上一碗 半生不熟的饺子上来 笑着端了上去 先夹了一只饺子 为蒋花宽 咬了小半口 笑咪咪问道 生不生 生 蒋花宽 好起甘云 打得爽快 引得喜娘和丫头们 都笑了 一时偷眼看身侧的陈珠 掌心发烫 只恨不得喜娘和丫头 快点消失在眼前 陈珠听蒋花宽 答得大声 不由咬唇笑了 抬头瞥了一眼 蒋花宽 恰好 她也看过来 一时慌了慌神 忙忙转开头 待轮到陈珠吃饺子时 喜娘照样问道 生不生 生 陈珠声如闻叫 脸似三月桃花 听得众人的笑声 连耳根子也红了 喜娘又撒了帘子 说了吉祥话 这才扶了扶 领了丫头下去了 待众人退下后 蒋花宽 直起陈珠的手 轻轻抹着她的手掌心 见她娇羞 凑过去道 现在 可以看你娘给的画卷了 陈珠 莫思喜娘的话 等着蒋花宽的下一步行动 小心肝 正乱蹦呢 呼听得蒋花宽 提起那几卷话 那晚在书房的勤状 不由地浮上心头 不由自主地 就催了蒋花宽一口 撑道 呗 不要老听那幅画 不提就不提 蒋花宽见陈珠 脚沉满面 喝气如蓝 耐下冲动 只要按照 宝叔提示的那样 先调琴 随身轻款款地 看着陈珠 一手摸着她的手掌心 拎一只手 去轻碾她的耳垂 嘴里吐出情话道 朱锦儿 你今晚真美 陈珠耳垂 被蒋花宽一年 再一听她怪异的语调 只觉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不由地微微颤了一下 果然 宝叔说得没错 女人一动情 就会轻轻颤道 蒋花宽大喜 腾出一只手 去托起陈珠的下巴 捏了嗓子 柔情万种道 朱锦儿 看着我 陈珠听了蒋花宽 公鸭子一般的嗓音 再次轻颤了一下 抬眼看着她 翘脸生侠道 看我的眼睛 蒋花宽眨眼 做放电状 嗯 要先眉目传情 女子动情动心之后 初次乘欢时 会减少痛苦 你这几晚睡不好吗 眼眶有点清黑 陈珠本来还羞涩着 见蒋花宽 并不像那晚看到画卷时 晴热似火 一时松懈下来 瞪着她的眼睛细开 点点头道 眼睛倒没有不妥 不是说 深情凝视下 女子会不慎娇羞 待她慢慢闭上眼睛 这个时候 就可以一清方泽 手脚并用了嘛 蒋花宽有些疑惑了 再次眨巴着眼睛 努力做深情状 陈珠见蒋花宽 脸色潮红 手心火烫 眼睛却乱眨 也有些疑惑 伸手去抚她的眼睛道 怎么了 蒋花宽体内 早就蠢蠢欲动了 这会儿强按耐着 学书上所说的先行调情 见陈珠不像书上所说 那般表现 已是有些着急 被她小手一抚眼睛 再也忍不住了 拉下她的手 放在嘴边轻舔 另一只手 却抚陈珠的大腿 一路往上揉搓 陈珠没有等到 传说中的恶狼扑羊 默默回思喜娘 刚刚说过的话 说到该主动的时候要主动 该配合时要配合 若是木头一样 其实男人不喜 一下也伸手 去揉搓 蒋花宽的大腿 蒋花宽被陈珠这一揉搓 再也忍不住了 手一伸 搂了陈珠倒在床上 却说蒋花安 进了贺元的房里 贺元只说肚子痛 要早些安心 他也没法子 只得退出来 大腿走到半路 却见蒋花宽和蒋花盖 等人呼啸着过来的 二哥今晚原房 咱们正要去听房角 大哥一起去吧 好 一起去 蒋花安脚步生风 领先往着蒋花宽的新房走 好你个老二 也不主动开口 说要推迟一年原房 居然敢比我先原房 怎么能让你这么快得偿所愿 嘿嘿 漫漫长夜 找点事干干正好 k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